墨西哥九月十九號發生規模七點六的強震 這也是該國史上第三次在九一九當天發生大地震 歷史巧合令人震驚 而就在九一九當天 墨西哥市一批地震救難犬 新省理軍也順利畢業 準備投入未來災後的搜救任務 在四組的帶領下超過三十隻經過救災訓練的狗狗們 順利領到了畢業證書 大家合影留念 記錄著光榮的時刻 趴在地上的尼克斯也是這次的畢業生之一 這三十隻新畢業的救災犬 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 第一批截訓的救災兼兵 經過兩個月的集訓 他們已經可以自行通過狭小空間 行走超過三十五公尺的距離 在地震或其他自然災害後 追蹤並找到受困的家人或其他民眾 因此保持情緒穩定就格外重要 墨西哥位於太平洋火環帶地震頻傳 最愛這群災災小兼兵畢業當天 墨西哥又發生瑞士規模七點六的潛層地震 也是該國史上第三次在九一九這天發生大地震 2017年的九一九強震 重創墨西哥市數百人不幸罹難 當時災後就從各地調派了救災犬 協助尋找生還者 這三十隻畢業生還能再選擇 更進一步的課程 成為一支真正專業的救難犬 在災後的黃金救援時期 肩負起更重要的任務 各位新聞請編譯